说起广州的骑龙 很多人会想到恩宁路 北京路还有上下九 事实上在海珠区的同福西路 也有很漂亮的骑龙 并且在它的附近 还有一些很有故事的民国建筑 走到这条骑楼的尽头 你完全不用担心你找不到波浪 为什么 因为你看 写在了电线杆上 这里呢 就是波浪所在的小区了 这个波浪两个字的牌坊都还在 这是它的另外一边 作为一个社区 理发就要五块哦 波浪的得名 是因为楼的旁边有一座悬挂着台风信号风球的撩望塔 而广州人习惯用球的英文英译来称呼它 所以叫波浪 在一百多年前 它可是珠江南岸的地标 波浪不小哦 它蛮大的 它蛮大的 我现在只拍到它的一半 因为它现在是有人住的小区了 所以呢 是 不可以进去拍另外一边的 哦 有一道铁门 那我在外面看一看 哦 它真的建得很漂亮 很有气势 其实这一座楼呢 它也是 就是设计大元帅府的那一位澳洲设计师帕内的作品 波浪以前的正式名称叫越海关俱乐部 整座楼的占地面积近5000平方米 底层是宴货场 楼上是俱乐部 其余部分则是外籍官员所居住的宿舍 据说里面有客房 壁炉餐厅和舞厅等等 而建楼的一丁一幕 都由英国运动 现在的珠江边呢 离波楼有点远了 看到人民桥 要了解广州 要看它漂亮的一面啊 一定不能错过这一段风景 就是在沿江路上 那些民国时去差风云的一些机构和建筑 我在路口呢 还见到了这一幢民国建筑 你看它的设计是不是非常棒啊 好漂亮 它的山花真的很漂亮 我现在呢 要去找双青楼 它就是荷香泥河廖仲凯 当年去我的地方 地图只是就在这附近 但是呢我已经兜兜转转了 差不多20分钟了还是没有找到 这里是龙溪新街的9号 应该离我要去的双青楼的地址 42号不远了 但这是蛮难找的 按照地图所示 双青楼呢就要从 镜河里这条巷子进去 好了进去找找吧 据说很多人都没有找到过它哦 一进来就看到了前方的这一幢 我青砖的老建筑 应该是清末明初的 你看看 大窗 很大的一幢哦 但这不是我要找的双青楼 在这里呢又看到了一大幢老房子 你看看是民国的风格 而在它的旁边呢 有一个和波楼差不多的一个门楼 它的正面是这样子的 看 这一幢也蛮漂亮的 也是民国的红砖的建筑 只可惜呢 它的一楼的门楼被改成这样了 它的侧面 哇 很多很齐整的窗 就很像一幢 民国的办公建筑 这边呢也有一幢 你看它的窗簷是不是 很简洁 但是也很好看 这条街上的民国老建筑 非常多 这里又看到了一大洞 你看那个时候 民国时 玻璃都还建得这样 还弄得这样的精美 其他很复杂的图案呢 以前的竹节水管 哦 这里是34号了 我似乎离双青楼越来越近了 我终于找到了 就是这一栋 就是这一栋 还好啊 有写 不然真的很难找到 双青楼 它就是当年 荷香泥河廖仲凯 新婚之后居住的房子 旁边呢 有一部分 已经 改为了 就是幼儿园 南华西街幼儿园 市民双青楼 源于一次中秋佳节 月光洒入屋内 令荷香泥 触景深情 写下了 《月年年此月》 人月双青的诗句 它也自封双青楼主 何香宁 与被誉为孙中山钱包的廖仲凯 康丽秦深 他们在这里住了五年